你还说要发音量 我他妈想抽你你信不信 谈点明星发飙明场面 记者招待会上 报社将红小刚家的地址 刊登在报纸上 惹得红小刚弱骂记者 现在有一个神经病 每天到我们家门口那去堵着 说明我们报纸有发音量 我觉得说明你们非常无实 因为你们干扰了我的生活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们家登报纸 这地址得登个报纸上 完全是一种混蛋的做法 你知道吗 你还说要发音量 我他妈想抽你你信不信 男子在东京做户外直播 头遇到了带女儿的陈冠希 陈冠希啊 可以跟你合影吗 小爱比起来 在被玩具之后 依然威胁更拍 使得陈冠希当街发火 哈喽哈喽你们好 你在街上下次碰到我 这样的反应 我就会这样 你们看到吗 十万 我的微博有三千万人啊 你想怎么样啊 你还跟着我 你还跟着我就会这样 我吃那边 是吗 你刚刚不是走那边吗 不是 你问你直播的人 你问你直播的人 他刚刚往哪一边走 好不好 我跟我小孩子 不要乱搞我 节目中评委对拖表示怀疑 动心已高情上回对 十分令人解气 他们让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真相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还叫 我告诉你什么叫职业精神 把最好的结果呈现给你 叫职业精神 但是我觉得这种后现代 你以为在那搅局叫职业精神吗 所有的演员在台上干什么 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这叫职业精神 但是 懂吗 我为什么愿意当托 就是因为要把最好的节目 在大年三十而呈现给观众 说我是什么都可以 谢谢大家